应该就是像这个样子 当着小朋友听说有魔术师要来现场演出 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兴奋 也吵着一定要来现场看 老师没办法只好把他安排在最前面的位置 然后再安排一位小朋友坐他旁边 跟他解说舞台上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位小朋友依然可以比其他看得见的小朋友 更享受魔术所带来的乐趣 他比其他看得见的小朋友更开心也更热情 所以我常常在想或许这位小朋友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眼色 但是他的心中 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更多的眼神 在这十多年来每当我心情不好或沮丧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情 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情 或许这个世界呢 是很美丽的 只是我们都没有用心去看 这故事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想起这件事情 这张图送给你做纪念 谢谢刘谦 谢谢刘谦 谢谢刘谦